印度一名14岁少年阿比亚 因为在去年8月的时候 神准预言由灾难爆发而大爆红 踏入2020年新闻病毒四面全球 他接着预告 今年12月20日将会有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 到时候的危机将会更加惨烈 事实上阿比亚不是唯一一个 成功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的预言家 来自俄罗斯的小男孩 波利斯卡也成功预测这场疫情 说起这名神秘的小男孩 他曾经就预言 2011年将会发生三次和水有关的灾难 结果2011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日本海啸 泰国洪灾和纽约水灾 波利斯卡自称来自火星 但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 却对他的笔咒和提文认知高度赞扬 并提醒公众不要忽视他的预言 波利斯卡曾经就说过 第二次动拘毁灭性的灾难将会在2050年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家 人称盲眼龙婆 来自保加利亚的妈妈万家 也被指神预言了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英国媒体报道 龙婆在1990年代就曾经警告 到处都会有科洛纳 科洛纳包围 不过因为在保加利亚语 科洛纳 科洛纳就是监护权的意思 当时大家都听不明白 因此对他的警告也不以为一 直到现在才发现 新冠病毒也叫coronavirus 这些预言家们 有的已经去世了 有的失踪了 还有更多因为他们的预言成真 而在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神秘学者 即使对未来做出大胆预测 那人们对未知的不安和恐惧 资长了这些神秘的预测 至于这当中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预测神准是真的说中了 还是后来的人们把事件套用在预言中 自圆起说呢 那就见仁见智了